今天发现这条鱼好奇怪哦 大家看一下它的尾巴是不是特别的 它七型了 杨阿姨给我挑了一条鲈鱼 今天冷空气来了 今年最冷的冷空气 好像是越北那边好像要下雪了 真的太冷了 不想杀鱼 杨阿姨给我处理好 你家是东西招兽嘛 你知道吗 好 好 好 回到家里了 将它倒出盘子里 还得再检查一下 有些鱼鳞它是没有刮干净的 特别在鱼头 还有一些鱼鳍的位置 好多鱼鳞没有处理好 把鲈鱼处理干净之后 然后将鱼头去掉 接下来把鲈鱼的骨头去掉 用刀把它的两片鱼柳给它起出来 用刀尖沿着肋排慢慢的往下剔 用刀尖沿着肋排 把它的肋排剔掉 就这样一边的鱼柳就起出来了 然后把它翻过来 将另一面的鱼柳给它片出来 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完整的鱼排了 接下来我们用刀把它斜刀切成薄片 我们在片鱼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厚薄一定要均匀 这样的目的才能保证 后续鱼片能够均匀的成熟 Let's go 猫什么猫 接下来把这个鱼排砍成大块 把这个鱼排砍好后装起备用 接下来再准备一些老姜 还有小葱 把老姜拍扁 把小葱切成段 然后装进碗中 然后加适量的料酒进来 然后用手把姜葱汁给它抓出来 切好的鱼片用清水清洗一下 去掉残留的血水 然后把刚刚的葱姜料酒给它加进来 接下来鱼片开始调味 加适量的金盐 然后用手给它抓拌均匀 把这个鱼片抓拌至有点起胶 有点黏手的样子 这个时候就可以加适量的生粉进来 然后继续的给它抓拌均匀 让每一片鱼片都可以包裹着淀粉 最后来上些许的色拉油 给它抓拌均匀 放开备用 这个鱼头还有鱼骨 同样的用清水给它清洗干净 然后加少许的盐 增加底味 再来少许的淀粉 然后同样的给它抓拌均匀 把鱼骨抓拌均匀之后 来上些许的色拉油 同样给它抓拌均匀 接下来开始把鱼骨进去摆盘 把它拼回鱼的形状 面上再来上些许的葱段 还有姜片 能起到很好的去腥效果 接下来给它水开上汽 大火蒸 四五分钟 在蒸制的过程中 我们来准备些许的小葱 把小葱清洗干净之后 将它改刀切成葱花 切好后给它装起来备用 即时已到 这时候鱼骨已经蒸熟了 把上面的葱段 还有姜片给它挑去 放开备用 接下来我们重新起锅烧水 把水烧开之后 转为中小火 然后把鱼片分散的放入锅中 在鱼片下锅的过程中 切记用大火 等到所有的鱼片都下锅后 开大火 将鱼片煮至刚刚成熟 然后给它捞出来 这道菜的鱼片 切记不要煮的太久 不然鱼片全都碎了 把刚刚烫熟的鱼片 给它摆在鱼骨上面 再来上适量的葱花 给它撒在面上 最后用六层的油温 将上面的葱花向香 然后再给它淋上适量的蒸鱼此油 就这样 这道非常简单的葱鱼片就制作好了 这样做的鱼鱼 简单又好吃 重要的是清淡又健康 关注我 每天用最简单的食材 做出不一样的美味 喜欢这道菜的可以双击收藏起来 下次试做一下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可以双击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